燕子来时新舍,梨花落后清明 清明节也叫做踏清节 是人们进行扫墓祭祀的传统节式 这个时节阳光明媚,百花盛开 自然界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也说外出踏青郊游植树凤风筝的好时节 清明时节江南一带有吃清团的风俗习惯 清团既美味又方便携带 很多人将它当作春游小吃 清明前后的螺丝肥如何 江南民间称之为春日第一鲜 来一杯小酒,炒一盘螺丝 简直是人间最惬意的事了 人间四月,万物清明 我们在微风细雨中怀念故人,清静自然 愿我们带着这份思念 不负春光,珍惜每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